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所要focus的部分就是如何运用Core English平台的课程专区来帮助孩子学好优雅的英式英文 那么现在就请各位老师跟着我一起点选课程专区 国中区 听力 到了听力这个界面之后我们会看到听力学习资源就在平台的左下方 那我们点选进来之后会看到这个优质的听力学习网站叫做British Council 那就是英国文化协会所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源 里面有包括不同的口音以及不同的情境对话 可以用来增加孩子的听力能力学习 好 那么我们点选进来会看到一个全音的界面 那里面呢有实施差异化的教学 比如说在Listening的部分会有A1 A2 B1 B2 C1等等 那么呢除了Listening之外还有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以Listening A1 B2 C1 作为示范 好 首先呢我们点选进来会看到非常丰富的这个不同的情境的学习内容 以Booking的Table为例 那么呢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听力档 听力档呢点选进来有播放速度可以进行调整 调整快慢都可以 好 那么呢如果孩子有不清楚的地方 老师们呢也可以提供这个Transcript 让孩子呢进行听力上的学习会很有帮助哦 好 那么此外还有这个不同的Task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Task有1 and 2 好 那这边呢会看到有6个题目 那时间的关系我也不用一一的带老师来进行题目的作答 那老师可以介绍这样的方式给孩子呢进行自主的学习 或者甚至呢可以在全班剩下5分钟要下课之前可以进行这样子的听力训练 都是对听力学习会非常有帮助的 那那么呢除了刚才的Task1 and Task2之外 这边有一个Worksheet可以download下来 那如果老师呢想要做这个学习单 印制也是都是非常方便的 好 那这个就是A1部分的Listening的说明 接下来 接下来平台呢有分层三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Learn English Kids for Children Age 5 to 12 那第二个区块Learn English Teams for Children Age 13 to 17 那第三个Teaching English for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ors 那么我们点选第一个进来看看以5到12岁的为例 那么我们点选进来之后会看到在Listening and Watch的部分呢 会有songs,show stories,points,video zones 那我们就可以提供孩子呢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听力练习 这个课程是非常的多元 那这边我要推荐的是show stories部分的运用 好 那么这边呢有关于show stories的部分 我会非常推荐老师一定要介绍给孩子来聆听哦 因为他们在听故事就像在看电影一般 实在是非常的享受 好 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 那么因为哈姆雷特的英文是H 所以那么点选H之后呢 很快他的video就会跑出来 那这边还有个CC的部分 那看老师呢是在放映的时候可以根据学生的程度 如果程度没有那么好 我们就把字幕秀出来给孩子看 那如果孩子的英文听力不错 我们就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好 所以这个是有关于CC部分字幕的运用 那么呢 除了这边的学习资源 我们还有加深加广 比如说孩子想要对于故事内容更加的清楚 我们就可以print the story 那甚至呢 这边有一些online的学习单是可以运用的 好 都欢迎老师让孩子下载来使用 好 那最后学习单还有提供解答的部分 可以让孩子核对自己的学习单是否填写正确 接下来的分享就是平台的另外一个部分 13到17岁的部分 那么我们点选Skills Listening 一样是有差异化的分级 那一样是有A1 A2 B1 B2 C1等等 那么以Listening为例 那这边的第一个课程是A Good Night Sleep 好 那么呢 这次它整个的MP3都是可以提供下载的 那一样是速度一样是可以调整 那甚至呢 还有可以download整个Transcript 还有Comprehension Check True or False 还有这个单字部分的Gap Fill 好 那甚至整个的学习单 解答等等都是可以下载下来的 这个有它的练习 还有答案 还有它的这个听力的Script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 最后一个部分 这边有一个非常棒的资源 是For Teachers Only 就是Teachers Webinars 那里面有各种教学的新知 以及研习 都是非常欢迎老师去收看的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老师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